今天我们先来介绍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之前有试过像画图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画图的功能是放在像这个 它是画在表单里面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 其实每一个元件大部分都可以画图 特别是我们会很常用一个叫Picture Bus Picture Bus的东西去画图 如果你希望用Picture Bus这个东西画图的话 你应该去改写它Paint这个事件 每次Paint的时候就重画一遍 把整个全部的图重画一遍 所以通常它的程式流程是像这样 取得Graphics 这Graphics是从传进来的参数 Paint Event Argument里面取得的 然后设定好你的笔 然后就开始画 那你也可以载入 当场载入一个档案 然后把它画在这个Picture Bus里面 那这个是大概的架构 那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翻例 告诉各位怎么做 那再来 档案对话框这个我们之前用过了 在文字编辑器里面 所以如果你忘记了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执行命令 我们也可以让C Sharp去执行一个DOS的命令 比如说你要执行DIR 或执行建立目录之类的那些东西 你可以用DOS命令来做 那方法是直接用Process 然后启动你要启动的程式 就可以了 那这一个是比较复杂的一点的方法 但是它的弹性也会比较强 这是执行一些外部的命令 接下来呢 如果你想要把某个图形画出来 而且还要存档 那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叫Bitmap Bitmap 那它其实就是一张BMP的图 那BMP的图其实是完全没有压缩的原始格式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画 那所以我建立一个Graphis 用FromImage这个Bitmap 这样子取出来的这个东西 就是针对这一个Bitmap的绘图版 那取出来之后 我建立我自己的笔 像我这里建立一个黄色一点的笔 然后呢 其实点设在11 中止点设在100 然后我就请它画 从其实点到中止点画一条线 然后接下来我把Picturebox.image 设到这一个图上面 它会显示在荧幕上 那你也可以把这张图直接存档 Save 那Save的格式呢 这个是档案名称 这边是档案名称 它这边呢 是存档格式 那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存成BMP档 一般来讲 我们会存成JPG档 所以如果你想存成JPG档 你可以在这个后面点JPG 就可以了 那前面是一样 所以你要把一张图存档 也是很简单 那你要在荧幕上面画出任何的图 也是很简单 像这个Draw Line Draw Rectangle 甚至Draw Image 都可以把图画在这个荧幕上 这样你就可以画在荧幕上 然后存档 这是有关于画图 然后存档的功能 接下来呢 这个东西比较高阶一点 这个东西呢 叫做抓取荧幕画面 那这个抓取荧幕画面 我这边有一个范例程式是完整的 所以你可以下载这个Capture Screen 然后去试试看 那这整个程式这样看 可能各位会觉得不太清楚 那我直接做一次给各位看好了 我来下载下来 哇 这个连结不在 稍等 我看一下是不是连结弄错 哎哟 我真的没传上来 好吧 那既然没传上来 这个程式也是完整的 我就直接扣下来 直接扣下来 好可以了 那我马上建一个 告诉各位 怎么样子抓取荧幕画面 好马上建一个 来 Vidual Studio 2008 好 那我现在新增一个专案 稍等一下 我应该 看到这电视台 我知道这次是稍等 就可以了 如此 这次就职业 我已经翻译到 知道了 就是 是